中共最高层决定在明年10月份召开的十八大上 让中国首富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进入中共高层 成为中央候补委员 近几天中共喉舌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 分析人士认为这绝非是中国企业界的福音 更不是政治改革的信号 而是意味着中国的官商进一步勾结 大陆媒体报道 中国首富梁稳根在明年中共十八大有望进入中国执政党高层 成为中央候补委员 甚至可能担任副部级干部 报道透露 中共组织部门已经完成了对梁稳根的考察 梁稳根是湖南三一重工创始人之一 现为企业董事长 也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 三一重工是中国的知名企业 但梁稳根在此之前的知名度不高 自从他在今年1993亿美元身家 登上福布斯和胡润两大中国富豪榜榜单的头号 富豪宝座之后 知名度便一飞冲天 据了解 只有副省级官员才有资格担当中央委员或是候补委员 首付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 既不是企业界的福音 更不是政治改革的信号 它反而说明了中国的官商在进一步勾结 以前是勾结 现在就已经是公开化了 融为一体了 反映中国官商的关系是日益几例 以前是相互勾结 现在又是公开的融为一体 这也标志着中国进一步的沦络为常规资本主义社会 中共党代会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由300多人组成 是中共最高权力机构 早在十年前 中央党魁江泽民宣布 允许商人进入中央委员 它的目的呢 当然也想着就是笼络这一部分人 因为现在国家政策企业家暴富的这些人里边呢 有相当一部分还是有影响的 人们就想把他们找进来 我觉得这个倒是在其次了 这个到底水平怎么样啊 能不能追过啊 中央委员这些人里边呢 说白了嘛 他们也不是直接选举的 有哪一个人只能选择 都是上面点呢 点名让他们进去了 自由赚港人刘一鸣撰文 中国首富将进中央委员会传递了什么信号 指出 在毛泽东时代 中共曾以打家劫舍的形式 剥夺了富人的财富 等到官员以及官员子女 都已经富得流油的江泽民时代 保护私有财产却被写入了宪法 显然 这不是为了保护一般民众的财产 而是为了保护官家的财产 现在的表面上是在保护基层选举 但实际上基层选举的问题很多 都不是真正的选举 人大外要跟这些人也都是官方任命的 所以没有几个人是选的 都是官方任命的 任命的选举都是 如果走个过场 实际上谁当选 谁不当选 没有任何选面 另外刘一鸣还指出 中国强制征地和强制拆迁的盛行 也可以让我们对中共保护私有财产的 根本目的一目了然 新唐人记者李韵 肖宇采访报道